相信有不少人喜欢吃烧烤 但是却担心满市的油烟味 就有业者他们就引进了南韩的铁箱 并且进行了改良 可以减少烤肉时排出的油烟 而不同于一般店家使用的肉片 业者是大气的端出了一支支的肉串 看起来是更吸引人 这看起来相当新奇的透明箱子 竟然是拿来烤肉用的 原来业者引进南韩的烤肉铁箱 再经过特别改良 可以减少烤肉时排出的油烟 这个烧烤方式跟以往的 我们印象中的烧烤不太一样 这样子吃完比较不会有身体 衣服比较不会有烤肉的味道 让人家还蛮舒服的 不会离开店家之后 会有那么大的烧烤味 它烤箱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它属于是无烟式的 然后它烤的话 在烤的时候它不会有碳烟的碳烟跟烧烤的烟味 它的概念是源自韩国的一个无烟串烧烤 然后我们老板当时的话 去看到就觉得这个概念不错 然后它回来之后再另外再进行研发 所以我们因为台湾人主要也是非常爱吃烧烤 然后又很讨厌就是身上有那种烧烤的味道 消费者到一般烧烤店用餐 通常吃到的都是一份份的肉片 但是这一间烧烤店坚持提供圆块肉 而且是份量十足的一只只肉串 就怕你吃不饱 像是串烧的话一样是我们主要是主打的部分 那像这些的话主要都是我们一些比较热销的串烧类 然后像其他的话也有像是这个韩式炸鸡跟 Tensor Hold蛋卷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热销的餐店 因为我们老板的话他主要本身是就是贸易商 所以我们在食材取得的部分的话 它价格会相对比较有优势 所以我们价格的话也会就是比一般东西的话比较低 这样CP值也我们的CP值也比较高 像我们家的那个烤肉串看起来好像都还蛮大份 对啊 这个份量很够 来到这里除了有各式的肉串可以品尝 店内也有不少的招牌菜色 包括可以自己DIY的手捏饭以及千层厚蛋卷 而外酥内软的炸鸡也颇受消费者的喜爱 这个超推荐的 这个就是外酥内软 然后我们每次来都会点这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真的很不错大家要试试看 它炸鸡的话 它也是先会把它炸的就比较酥脆一点 然后我们再加在外层在果上就是我们的韩式辣酱 它吃起来就会有点就是辣辣的甜甜这样子很好吃 业者每天还会推出四款私房小菜 无限量供应让消费者吃到饱 不同天来会有不同的惊喜 就是希望以满满的心意让消费者吃得开心 G9房间看林景瑜台北采访报道